嗨 欢迎光临 爱吃星球 我是自由料理人 若鱼 为什么叫自由料理人勒 好 因为呢 我们游泳的时候不是有自由式吗 我帮自己取了一个叫自由料理人 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招式 什么姿势 嗯 姿势听展色 就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你当然可以游到对面去 就算成功 所以自由料理人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有什么方式啊 然后只要你可以煮出一道 看起来能端上桌的菜 就算是成功了 那我觉得现在人要工作很忙碌嘛 你回家要煮饭真的很难 这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所以我就希望呢 透过这影片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简单做开心吃 那今天第一道 也是我们节目的第一道 就是麻婆豆腐 登登 先来介绍食材 这边 基本上呢麻婆豆腐会使用的是板豆腐 那其实呢 我家比较习惯用嫩豆腐 嫩豆腐的原因是因为比较软嫩 可是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会使用板豆腐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毛细孔是比较大的 那毛细孔比较大的豆腐 通常会比较入味 所以如果喜欢吃口感比较嫩的 可以选嫩豆腐 那喜欢比较入味的咧 就可以选板豆腐 那基本上就是我那个经纪人说啦 他说这个是什么那个川菜嘛 就十大名菜之一 就听起来好像很难 所以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这次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 那我都做得出来的话 你一定也可以 首先咧 我们先来把这个板豆腐先搏拌 然后切成那种丁状 这是我第一次在镜头前面做菜 我昨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你在家会做菜吗 会啦 结婚多久就是做菜多久 所以其实 不太两年而已 一个礼拜要做几次啊 没有很多次啦 就新婚的时候假装贤惠一下 后来就没有这种事 这应该也是我们公司 第一次推出煮饭的节目吧 我还为了这个节目 直接买了一件围裙 这件围裙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衣服可以脏 但是围裙千万不要让它脏 然后水也滚了 我们要先烫一下这个豆腐 比较不会有豆味 然后就可以先灌火 好 等一下再处理它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炒绞肉 啊不对啦 我要先来备料 真的很 非常的自由 等一下是要先把那个葱白先下 所以我现在需要的是葱 切个葱 其实我很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切 我都很习惯用剪的耶 其实剪的我觉得很快啊 但是别人会觉得很好笑 可是剪的真的很快 这样 这样剪 你在家做菜 有帮老公开过便当吗 好像有耶 但是我有一个很恐怖的经验 我可以来爆料跟大家分享 我们还就是 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啊 那时候很流行 韩国的超辣泡面 我煮给它吃 超辣喔 辣粉全下 然后还下了起司 然后还下了什么 什么肉片啊什么的 就要吃完半夜挂急诊 他送医院 然后从此以后 我就被拿来说嘴 害了他的朋友看到我都会说 欸他吃你东西 送医院喔 刚讲切大蒜呢 就是手会很臭 但是进厨房就不要怕热 切大蒜就不要怕手臭 切洋葱就不要怕流泪 而且其实新手煮菜啊 除了手臭之外 他连手机都很臭 因为我在家里 我都会看着那个YouTube学 然后学一学就要 等一下暂停然后再往那滑 所以其实手机的那个 荧幕也很臭 欸我这样讲会 大家就不想学煮饭 好像那没有什么好的欸 好啦一个大概就好了 大概这样 啊我先把秘密5G 来踢给大家好了 这一个 噔噔 这是四季豆 煮麻婆豆腐 好像很爽然会放那种四季豆 一些很奇奇怪怪 但是既然是自由料理人 我就要放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食材 这可以增加一点点口感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一样是切成一个小碎碎 光备完菜就不累了 光备完菜就已经有点热了 怎么一回事 好啦来来来 这次是真的要开始煮 我们先炒 绞肉 然后这个四季豆也一起 增加一点小口感的四季豆 豆粉 做半酱 这也是精髓 精髓肉的精髓 好 火有点大 好像火有点大 你好像很害怕 对 被油喷 靠脸吃饭 这个脸不能被喷到 你想想看又还有这个 OK 放一点糖 怕死咸 再放一点糖 诶 有香味诶 好像要成功的感觉 加个水 然后刚刚的豆腐 可以开始放了 然后加一点点的盐巴 盖子 让它微煮一下 好 你们看这个可以来问问题啦 说到这边有什么 有什么疑问吗 各位同学 你这个秘密武器有放 放了放了 秘密武器有放 对了啦 等一下 东西忘了放对不对 对 等一下 我忘了放这个 其实 其实我本来就已经把这个 打算的是 它不要太辣 晚一点放 好 其实这个时候 微煮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 也不是女生啦 就是喜欢厨房干净的人 就开始在那边 抹台面啊什么的 现在赶快把油擦来擦 不然等一下擦不掉 最后 就是要下太白粉水 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其实已经 接近尾声了 再让它收一点汁 就差不多了 这个影片是想要来告诉大家 其实煮饭是很有趣很好玩的 你不要把它想得很难 香到鼻子掉 麻到嘴皮跳的麻婆豆腐 完成 这就是我的 麻婆豆腐 试吃时间 诶 我觉得有成功耶 我觉得蛮好吃的耶 这次可以端得上台面 朋友来家里你可以煮给他吃 不会被嫌弃的麻婆豆腐 诶 我觉得有成功耶 嗯 应该有85分啦 可是我发现一个缺点 我刚刚勾芡应该要弄久一点 那它汤汁有一点点多 如果可以再少一点点的话 它应该会更漂亮 我觉得85分 耶 星球版的麻婆豆腐 第一集 希望大家都喜欢咯 那如果我都做得出来的话 你一定也可以 我们一起加油吧 拜拜 拜拜 看到没有 做出来了 吧吧吧吧 看起来好吃耶 卖相不错 我跟你讲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称赞我煮的菜 因为我如果说我在家煮的都是那个 料理包的麻婆豆腐 所以我第一次 真的第一次做出长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做出长这样子的 应该也是可以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